請揭曉 其實就是一開始在做選擇的時候 就是11到19號的中間做選擇 然後中間可能就 目前就看到12號就覺得還蠻露眼的 所以因為在羅德的時候 12號是石川陸川 然後他是我們球隊最照顧的學位長 所以希望可以再穿一個全新的背號 然後再新的環境重新開始這樣 其實在複賽前有跟著球隊做一些分組對抗的比賽 但是複賽之後就一直想要安排實戰的比賽 其實是因為天氣的因素 所以有幾次下去嘉義都因為下雨而沒有丟到 就在上來 所以只能在牛棚的做一些異鄉訓練 去做投球方式 所以其實教練也給我一個很明確的調整時間 所以我也不會很擔心說到時候會因為球數不足 還是什麼某某因素導致沒辦法出賽這樣 然後因為現在都一直都在投超過100顆以上 所以在投100顆左右都覺得應該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接下來就是要把整體的狀況拉高 然後這禮拜四會下去嘉義去跟二軍做一些分組對抗練習 所以到時候就是很久一個月沒有實戰 所以希望可以有好的結果 好接著要邀請我們 整天桃園的10號隊友們 很謝謝大家的支持 然後我這次旅日十年終於就是回來台灣 然後很開心可以進行桃園的體育 大家一起努力 所以希望呢 希望疫情之後可以來到球場為我們加油 我們有的10號 站定 先發 也希望 多多支持 謝謝 好不好有亂掉嗎 我很在意 我都看不到鏡子 我會很哭 我會很哭 真的喔